刘海峰完全没想到林小飞力气会那么大 自己只是被按了肩膀一下 结果就直接硬挺挺地跪下来了 真是太丢人了 恼羞成怒之下 他现在只想让保安们把林小飞狠狠地揍一顿 而保安们回过神来 一个个都朝着林小飞逼近过去 他们可是好几个人呢 对付一个小年轻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林小飞你看你搞的事情 你还不赶紧放开他 跪下给他道歉 这样你还能少吃点苦头 林小刚也在一旁呵斥道 他不仅不帮林小飞 反倒是要他跪下道歉 可见他对林小飞完全没有一点兄弟之情 给他道歉 他也配 林小飞冷冷一笑 本来对方把西瓜给他重新装上三轮车 那就啥事都没有了 偏偏对方却要以示欺人 林小飞让他跪下都算是客气的了 至于那几个保安 更不被他看在眼中 眼看着保安们距离他也只有不到两米了 林小飞刚要活动下手脚 好好的教训教训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却又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呢 那声音很是清零干净 是个女人的声音 林小飞寻声望去 就看到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人 上身白衬衫 下边是个套裙 修长的腿上套着黑丝袜 女人长得很漂亮 瓜子脸大眼睛 头发应该是烫过 这样显得女人更加的成熟 看到他之后 林小飞不由的一愣 总觉得这女人有点眼熟 可一时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白总 刘海峰和林小刚齐齐喊道 前者赶紧站了起来 满脸都是大写的尴尬 而后者则是快步走到了那女人面前 用自以为非常温柔的声音说道 白总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中午饭吃过了吗 这女人才是红月楼的正派总经理 还没吃 女人淡淡说道 我让后厨那边准备了点牛排 一会我们一起吃吧 林小刚讨好的笑道 旁边刘海峰看在眼中 不懈地撇了撇嘴 都知道白总不仅是红月楼的总经理 而且还是个大美女 是不少男人心中的女神 暗地里想追求他的人不少 林小刚就是其中一个 不过他也不照照镜子 还真的以为当了副经理 就可以追到女神了 简直是做梦 不用了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白总淡淡问道 他刚刚只是路过 却听到了争吵声 过来一看保安竟然也在 立马就知道发生了事情 白总其实没啥大事 一个送货的被我们拒收 结果就想闹事 我们会处理的 刘海峰可不想给总经理 留下不好的印象 马上解释了一下 那小子是我村里的 和我多少沾点亲戚关系 但是他的确做得有些过分 我也没惯着他 这点小事白总你就别管了 咱们还是去吃饭吧 林小刚又热情地邀请道 至于林小飞的事情 他才懒得管呢 哪里比得上和女神一起 共进午餐重要 随便刘海峰怎么折腾他吧 然而 那白总却是朝着林小飞看了看 这一看不要紧 他的翘脸上浮现出一副 难以置信的神色 然后 他抬手擦了擦眼睛 目光再次落在了林小飞身上 下一刻 他没有搭理林小刚 而是绕过了他 静止走到了林小飞的面前 这一举动落在林小刚和刘海峰眼中 让两人都有些愣住了 什么个情况 按照道理这点小事 总经理顶多问一句就算了 可现在怎么还走到林小飞面前去了 这是要干啥 林小飞也是蒙住了 说实话这女人离得越近 就发现她越是漂亮 同时林小飞也愈发感到熟悉 可还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而这个女人此刻也在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林小飞 看得她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就在林小飞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眼前的女人掀开口了 你 你是林小飞 嗯 听到她的话 刘海峰和林小刚都是大吃一惊 后者更是顾不得多想 一下子窜了过来 白总 你认识她 此时此刻林小刚的心里大叫着不可能 她心中的女神 怎么可能会认识林小飞这个土包子呢 可是偏偏 女神的口中的确是说到了 林小飞 三个字 女人像是没听到林小刚的话 依旧只是看着林小飞 眼神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期待 是我 你是 林小飞点了点头 疑惑地看着女人 对方认识自己 就说明那种熟悉的感觉不是错觉 她和对方应该是认识的 你没认出我吗 你竟然不记得我了 我是白语情啊 白语情眼中飞快地闪过一抹失望 林小飞一听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青春洋溢的女孩 白语情 这不是她高中时候的校花吗 和她是一个班的 只是高中三年两人说的话并不是很多 林小飞只记得当时白语情很漂亮 很多男生都追求她 只是也没听说谁能追上了 高中毕业以后 其实大家就分开了 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 没想到在这里又见了面 而且白语情还成了红月楼的总经理 原来是你呀 抱歉啊 老同学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你有些面熟 但是真的没认出来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林小飞也没有觉得尴尬 而是实话实说 上学时候的白语情像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而现在的白语情则像是火一般的红玫瑰 一个学生 一个职业白领利人 变化大的林小飞的确是没认出来 变化有这么大吗 白语情多了多嘴巴 当然了 不过变化最大的是你变得更漂亮了 林小飞笑道 听她这么一说 白语情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红韵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这人一向最爱说实话 林小飞笑道 白语情内心的失望一扫而空 笑容也变得愈发灿烂 我们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呢 应该有好几年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林小飞点了点头 是啊 我也没想到 眼看两人越聊越是开心 旁边站着的林小刚 却是再也无法保持淡定了 小飞你不是很忙吗 我让人帮你把西瓜装车 你快去忙吧 白总 咱们还是去吃饭吧 要不然的话一会后厨没饭了 林小刚狠狠地瞪了一眼林小飞 然后对白语情再次邀请道 她现在对林小飞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 以往对谁都很冷淡的白语情 在面对林小飞的时候竟然巧笑奄然 这深深地刺激到了林小刚 她巴不得林小飞赶紧地滚蛋才好 你是来送西瓜的吗 白语情好奇地道 她知道林小飞的学习很好 大学还是学医的 怎么着都不应该来卖瓜吧 可林小飞点点头 十分淡然地道 对啊 是你们老板让我来送的 可是到了之后 他们把瓜卸下来了 却又不要了 我让他们重新给我装车 他们不但不帮忙 反倒是要对我动手 她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顺带着 把刘海峰和林小刚给告了一桩 这是怎么回事 白语情一听 顿时翘脸一沉 冷冷地质问道 白总这可不能怪我啊 我原本是想收下她的西瓜的 可她要的价格也太离谱了 我要是收了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刘海峰叫曲起来 这个我可以作证 林小飞她是太无耻了 打着老板的旗号到咱们这里诈骗来了 林小刚也赶紧说道 总之 她要把林小飞说成是个无耻小人 那白语情自然不会愿意和这样的人走得太近 价格离谱 多少钱 白语情微微醋眉 她要十块一斤 刘海峰和林小刚一口同声地道 十块 白语情失声道 然后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小飞 眼中满是询问 怪不得呢 这个价格的确是很离谱 农村里种的西瓜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卖到这个价格 见状 林小刚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现在就看林小飞怎么说了 可不管怎么说 一个奸商的印象是跑不掉的 的确是十块 我的西瓜值得这个钱 再说了 这也是你们老板认可的 林小飞却是不慌不忙 淡淡地说道 你认识我 我们老板 白语情诧异道 对啊 要不是她说要这些西瓜 我也不可能过来送 林小飞理所当然地道 她肯定是在撒谎 咱们老板怎么可能认识她这样的土包子 刘海峰十分肯定道 白语情则是直接拿出了手机 然后走到了一边 拨打了个号码出去 很快她又走了回来 脸上带着微笑 我已经证实过了 这批西瓜的确是老板让你送来的 价格也的确是按照你说的那个来收 什么 听她这么一说 不管是 刘海峰还是林小刚都是大吃一惊 这土包子竟然还真的认识老板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刘海峰脱口说道 她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什么意思 你在质疑我 不然你亲自给老板打电话问问 白语情顿时沉下脸了 十分不悦地道 林小飞看在眼中 不由地暗暗点了点头 别说白语情这么一发威 还真的像是个领导的样子 不不不 白总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太意外了 那什么 这西瓜正好过完秤了 我马上给她之前 刘海峰脸色大变 满脸讨好的说道 然后赶紧转身去拿钱了 她刚刚只是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是万万不敢去证实的 再说了这事情要是被老板知道了 那就是她办事不利 说不定这个月奖金就别想要了 真是奇灾怪也 一个土包子竟然认识我们老板 老板也真是的 那破瓜有啥好的 竟然十块钱一进来收 简直是吃饱了撑的 心中不断地吐槽着 她还是拿来了钱 交给了林小飞 数目对了 林小飞当场点了一遍 林小刚嘴角直抽搐 你码的 那一百来个西瓜 竟然卖了这么多钱 白总 咱们老板说了吗 为啥要花大价钱来收她的西瓜 林小刚忍不住问道 她就纳闷了 为啥林小飞的西瓜能卖得这么贵 要是都按这个价格来收 她还可以让老爸送西瓜过来呢 因为她的西瓜不一般 这批西瓜非贵客不准动 白宇情淡淡说道 其实她也很是好奇 已经准备好了 等一会就自己先偷偷地品尝一个 老同学 没啥事我就先走了 林小飞收好钱 就准备告辞 她是真的饿了 要去好好地吃一顿 走吧走吧 林小刚不耐烦地摆摆手 她现在巴布的林小飞 赶紧从她眼前消失 然而白宇情却是一把拉住了林小飞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咱们好不容易见上一面 我请你吃饭 啊 还有这好事 林小飞一愣 这个不太好吧 对对对 这个不太好 小飞还很忙呢 她肯定没时间 是吧 小飞你快走吧 不然天黑之前你就回不去了 林小刚使劲朝着她使着眼色 此刻的她简直是要郁闷死了 本来她中午是想叫着白宇情一起吃饭的 现在白宇情却是要请林小飞吃饭 那怎么行呢 她绝对不能允许啊 谁说我回不去的 那就麻烦你了老同学 得让你破费了 林小飞笑道 她哪里看不出来林小刚打的是什么主意 我呸 也不照照镜子 就你那样的还想追求人家白宇情呢 你配吗 如果林小刚要是对她好的话 她倒是不愿意看到她着急 可就林小刚对她的态度 林小飞才不会去管她的心情呢 能有什么破费的 我们这就走吧 白宇情很是高兴 拉着林小飞就往外面走 而林小刚下意识地就想要跟上去 结果她刚刚走了几步 就被白宇情给察觉到了 林副经理 你中午值班吧 就在酒店里吃好了 林小飞一愣 啊 我这样啊 她简直是欲哭无泪 心都在滴血 这明摆着是不让她跟着了 然后 她就看着白宇情和林小飞 说说笑笑地走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 在烈日下凌乱 你就请我吃这个 看着眼前不大的羊肉汤馆子 林小飞很是意外 她以为白宇情 好歹都是个经理级别的人物了 怎么也会请她吃顿大餐 结果就这 怎么 你是不是看是个苍蝇馆子 就觉得不好吃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这家店开了很久了 食材都是当天现宰的 味道也是十分不错 走了跟我进去吧 白宇情抿嘴一笑 拉着林小飞 不由分说地朝着里边走去 我只是觉得这么热的天 喝羊汤有些怪怪的 林小飞嘀咕着 进去之后 发现里边只有五张桌子 好在饭点已经过了 人不算是太多 白宇情应该是经常来吃 和老板都认识 点了两碗羊肉汤 还有两个凉菜 热乎乎的羊肉汤 看上去并不是像牛奶那样白 但是香味扑鼻 等放上调味料和辣椒油之后 就愈发让人想大快朵頤了 两人一边吃一边聊了起来 你大学也应该毕业了吧 你现在在大城市里工作了吗 白宇情眨巴着大眼睛问道 要知道林小飞上学的时候学习很好 大学也是去的大城市上的 白宇情想着她肯定是毕业后 也留在了大城市里 没有 我这次回来就不准备走了 我要留在家里 林小飞说道 本来要是没有瘫痪在闯的话 她肯定是要走出桃花村 甚至连县城都不待 去大城市谋求发展的 不过现在林小飞肯定不会去了 真的 你不走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白宇情似乎没想到 林小飞会有这样的决定 当即就忍不住很是高兴地说道 看她的样子 这高兴真是发自肺腑的 林小飞却是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不明白她为啥这么兴奋 白宇情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 笑容收敛了下 笑道 你要是能留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对了 你准备干什么工作呢 我记得你是学医的 你要不要在县城里开个诊所 说完 她便十分期待地看着林小飞 如果林小飞在县城里上班了 那两人就更容易见面 到时候吃个饭 看的电影啥的也都方便 想着想着 白宇情的俏脸 情不自禁地红了起来 林小飞没有注意到她的神情变化 她被白宇情的话说得有点心动了 要是在县城开个诊所也不错 凭借她的医术出名 那是早晚的事情 到时候找她看病的人 估计要踏破门槛了 到时候可以完全日尽抖金 不过这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林小飞又给否定了 我不开诊所 我都没有考医师资格证 她不想每天都被束缚在办公室里 每天过的都是同一种日子 这样啊 那你要不来我们酒店上班吧 我想以你的能力很快就可以获得提拔 到时候说不定我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都得让给你 白宇情又说道 看得出来 她是真的在帮林小飞出谋划策 我可干不了你那种工作 我还是比较适合待在村子里 种种地哇哇药材啥的 林小飞笑道 你要当农民 白宇情一愣 对啊 怎么了 难道你也看不起农民 林小飞问道 白宇情连连摇头 不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以你的才华 待在农村里实在是太可惜了 她真的不明白 为何林小飞非要待在农村呢 就算不去大城市 那最起码也和她一样在县城发展才对 我还是觉得村里比较适合我 林小飞没有多做解释 可白宇情却有些失望 不过紧接着她又想到了林小飞送来的西瓜 那可是十块钱一斤 一千斤就是一万块呢 也许林小飞说的是对的 如果她种了很多那样的西瓜 那岂不是要发大财了 想到这里 白宇情又觉得自己想得有点太离谱了 她可从未听说有人靠种西瓜发大财的 毕竟那西瓜再贵 产量肯定不多 而且一年只能收获一次 别说我了 你怎么也回到县城来了 而且还当上了总经理 林小飞转移了话题 问起白宇情的情况来 我大学学习的就是管理 毕业之后觉得大城市打拼太累了 所以就回来了 恰好红月楼招聘 我就应聘上了 白宇情笑着说道 两人一边吃一边聊 等吃完饭都过去一个小时了 结完账出来 白宇情就要回去了 林小飞 你什么时候再来送西瓜 白宇情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恨不得林小飞明天就接着来送 然而林小飞却是淡淡一笑 这个不确定哦 西瓜熟了我再来卖 不熟的话可不能卖 文言白宇情的眼底浮现出一丝失望 她还以为能借着送西瓜的理由 可以天天看到林小飞呢 是的 她对林小飞有着好感 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了 不过那个时候她没有表现出来 林小飞也没有表现出对她的喜爱 然后上大学两人就分开了 按照白宇情的条件 那妥妥的是校花级别的 大学时追求她的人可是不少 可白宇情一个都没有答应 到现在依旧是单身呢 而她之所以回到县城来 其实也是因为她觉得在这里 距离林小飞最近 结果上天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她的心声 竟然真的让她再次见到了林小飞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你也该回去上班了 林小飞笑道 打断了白宇情的思绪 这个臭木头 难道就不想和我多待一会吗 纵然白宇情对她有好感 可是喜欢的话 却还是无法率先说出口 行 那我回去了呀 有空的时候 我能不能去你村里找你玩呢 林分别的时候 白宇情鬼使神差地说道 当然可以了 随时欢迎 林小飞也没多想 笑呵呵地答应下来 然后 两人挥手道别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男的却是挡在了白宇情的身前 这两人一高一矮 看起来也不到三十岁 身形都很是健壮 其中高个子凶神恶煞般地瞪着白宇情 好你个贱人 你说中午不回家了 说是在外边和同事吃饭 结果你特么地竟然和情夫在一起 你敢给我戴绿帽子 信不信老子揍死你 面对突如其来的拦路和指责 白宇情整个人都愣住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气得浑身都在哆嗦 你有病吧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请你闪开 他以为对方是认错人了 然而下一刻 他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 那高个子猛地伸手 一个巴掌就朝着他的脸上呼了下来 与此同时 高个子嘴角还浮现出一丝宁笑 他叫高龙 和他一起的是他的师弟孙志斌 两人都是武术学校毕业的 在县城里开了一个教授搏击的武馆 而他们的的确确不认识白宇情和林小飞 之所以来这边拦住两人 那是受人所托 时间还要回到林小飞和白宇情 刚从洋汤馆出来的时候 对面的一个饭馆里 两个人也同时走了出来 走在前边的是一个很有派头的中年男子 而跟在他后边的则是张德贵 徐老板 这事情真的不怪我 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那小子太能打了 我是真的不敢去了 张德贵哭丧着脸说道 他口中的徐老板 自然是对杨柳垂涎三尺的徐开阳了 不敢去 我说老张你欠我的可不只是十万块 你真的以为还了我十万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剩下的钱你难道想赖账 徐开阳皮笑肉不笑的道 不不不 徐老板瞧你说的 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赖你的账啊 张德贵面色一变 脑袋摇得和波浪鼓似的 他太清楚徐开阳的手段了 欠他账的基本上没人能有好下场 你不敢就好 徐开阳拍了拍他的脸 然后皮笑肉不笑的继续道 我现在给你几条路走 一是让你前妻乖乖的陪我一个月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二就是你把欠我的钱还上 要是这两条路你都走不了 那你要这一双腿也没啥用 还不如我帮你给废了 一个女人翻来覆去的都搞不定 还让他的几个手下打手受了伤 这让徐开阳很是恼火 如今他也不准备给张德贵留什么面子了 有的时候啊 人就得逼一下 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好好去做事 张德贵听了之后 本来就哭丧的脸就更加的难看了 神情好似的哭出来了 徐开阳给他说的这三条路 他哪条都办不到 但是要是办不到自己的腿就得废掉 那以后还不成了瘸子 这可咋办是好呢 张德贵急得心里冒火的时候 忽然就看到了对面有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林小飞 而且还有个很漂亮的女人 徐 徐 她 她 她 就是她 张德贵一着急 话都说不利索了 她 徐开阳一巴掌扇在了她的脸上 什么她 她 她的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徐老板 就是那个小子 你看到了没有 就是她啊 要不是她的话 我早就把杨柳给你弄来了 张德贵抬手指向了林小飞的方向 徐开阳也看了过去 不过她的目光只是在林小飞身上扫了一下 最后就落在了白雨晴的身上 好漂亮的女人啊 竟然和天仙似的 县里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女人了 她这个情场高手竟然一直都不知道 在这个瞬间 徐开阳直接把杨柳抛之脑后 眼中都是白雨晴 好看 真是好看 嘖嘖 瞧瞧这腿 瞧瞧这身段 徐开阳很是感慨 徐老板 那小子就是林小飞啊 她现在就在这里 只要你能把她摆平 我今天就能把杨柳叫来 张德贵高兴坏了 能碰到林小飞真是太好了 若是徐开阳都摆平不了那小子 还有什么理由让自己去对付林小飞呢 原来是她 也看不出她有什么三头六臂 对了 她旁边的那女人是谁 你认识吗 徐开阳淡淡问道 不认识 张德贵摇头说道 心里也是十分感慨 觉得林小飞有些过分了 怎么身边都是漂亮到不像话的女人呢 行了 既然遇到了 那就好好地招待一下她吧 徐开阳直接拿出手机 找来了高龙和孙志斌两人 上次黄毛虽然在林小飞手中吃了大亏 可高龙和孙志标两人 则是真正的恋家子 是黄毛他们比不上的 徐开阳对他们有信心 而高龙两人也非常喜欢徐开阳的大方 也不是第一次为他办事了 接到电话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然后就正好拦住了白语情 他们做这种事都有经验 那就是要冒充女人的老公 这样就算是路人见了 也只会当作是夫妻俩闹矛盾 更不要说是一方出轨 就算是他们暴打俩人一顿 也没人会同情他们 现在高龙为了激怒林小飞 直接一个巴掌就朝着白语情 那漂亮的脸蛋扇了过去 白语情直接呆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人不仅是无耻地说是他老公 竟然还说动手就动手 他都来不及反应 眼看着那巴掌就要落在他的脸上了 一只手抓在了白语情的胳膊上 用力一拽 白语情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一步 身形站立不稳往后倒了下去 只是他没有倒在地上 而是倒在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你没事吧 确实林小飞在关键时刻冲了过来 让白语情免去了一个耳光之苦 我没事 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白语情很是委屈 眼圈都红了 他可不想让林小飞误会了什么 林小飞刚要说什么 那高龙已经指着他的鼻子骂开来了 小子 放开我老婆 就是你特么地勾引我老婆了 今天被我撞到了 老子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不可 这个时候 四周围了不少的人 见状 都对着林小飞和白语情指指点点 原来是一对狗男女啊 这俩胆子也太大了 在大街上就公然在一起 现在好了吧 被人给抓了现行 嘖嘖 真是可惜了 这么漂亮的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真羡慕那小子 要是我的话 挨一顿打也值得了 面对这些人的指指点点 白语情更加地委屈 眼泪马上就要掉下来 别哭 一切由我呢 让我来处理 好吗 林小飞见状 拍了拍他的肩膀 柔声道 好 不知道为啥 白语情被林小飞一安慰 无比气愤的心情忽然间就平静下来 他觉得林小飞比上学时候变化很大 那个时候林小飞属于帅气的学霸 而现在帅气依旧 可林小飞身上的气质却不同了 那是一种让人极有安全感 一种说不出来的让人着迷的气质 只是一个好 自说出口 白语情马上又后悔了 你别乱来啊 我们报警就是了 没必要和他们纠缠的 只要是眼睛不瞎 就能看出高龙和刘志斌俩人不好惹 尤其是两人都很精壮 相比起来林小飞显得很是瘦弱 这要是真的动起手来 林小飞肯定是被揍的那个 要是把他帅气的脸给打坏了 那损失也太大了点 白语情已经拿出了手机 刚要拨打号码 却被林小飞给按住了 没事的 你就听我的 这是交给我 林小飞不容质疑地说道 哇 白语情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好帅啊 他本来就是个女强人 但是此时此刻 他觉得林小飞的气场比他大多了 他说的话就是命令 自己只要服从就可以了 街对面 徐开阳和张德贵正在看好戏 徐老板 他们两个行不行啊 那小子可是很能打的 张德贵期待着 还带着一丝丝担忧 谁让林小飞留给他的心理阴影有点大呢 再能打又如何 我可告诉你 那俩人可是开武馆的 都是练家子 打架都是专业的 徐开阳满脸得意 他就不信了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而已 还能对付得了高龙和刘志斌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张德贵一听也放心了 脖子伸得老长 迫不及待想看到林小飞 被揍得鬼哭狼嚎的样子 安抚好了白语情 林小飞转身面对两个找事的家伙 表情很是淡然 你说你是他男朋友 林小飞看着高龙 似笑非笑地道 没错 她是我的女人 跟了我好几年了 吃我的喝我的 我给她可是花了不少的钱 你特么地敢碰我的女人 小子今天你要不给我个说法 我就和你没完 高龙冷冷地笑道 听到了没有 我师兄的女人你都敢碰 小子你是活腻歪了 现在马上跪下给我师兄道歉 不然的话就让你好好尝尝皮肉之苦 刘志斌虽然个子矮 但是身子是真的强壮 穿着背心露出鼓鼓的肌肉 他一边不懈地呵斥 一边举起粗壮的胳膊 晃了晃和砂锅式的拳头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问问你 他叫啥名字 在哪里上班 家住在哪里 林小飞问道 呃呃呃 高龙俩人都是一愣 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 一般来说面对他们 对方早就又气又慌张 然后就开始推搡动手 他们会顺势把男的教训一顿 然后女的看情况 要么强行拖走 要么不管了 可是林小飞这么一问 倒是把他们给问住了 他们哪里认识白语情 他叫飞飞 在饭店里工作 当然是我合住一起了 高龙反应还算是快 马上就胡编了一段 管对不对呢 说出来就行 林小飞冷冷一笑 简直是胡说八道 你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还说是他男朋友 你自己都不带脸红的吗 周围众人见状 也都有些狐疑了 怎么回事 难道那俩人是故意找事的 不太对劲 要真是男朋友 总不能连女朋友名字 都能叫错吧 嘿 我们差点被骗了 这俩骗子该死 有人忍不住想上前 教训高龙和刘志斌 但是被人各拉住了 你傻呀 不知道他们是谁吧 威龙舞馆 就是他们开的 顿时 凡是想在美女面前 表现一下的 都变成了缩头乌龟 不管知道 不知道威龙舞馆 得知高龙俩人是练舞的 就没人想出那个眉头 哦 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看你小子就是疲痒了 师弟你去给他点苦头尝尝 高龙大声喝道 他觉得和林小飞 多说话就是错误的 他们是练舞的 不是练嘴皮子的 还是要发挥专长才行 反正只要是教训了林小飞 一万块钱就能到手 好 刘志斌早就按捺不住了 当即就冲向了林小飞 小心 白雨晴下得花容失色 哼 小子今天让你知道花儿为啥这么红 刘志斌宁笑着 然后一个直拳就狠狠地砸向了林小飞的鼻子 这一拳速度快 力道却不是很大 他只是教训人 又不是杀人 所以还是懂得该如何控制好力道的 只是他的拳头还没碰到林小飞 却是忽然眼前一花 一个影子在他的瞳孔上快速变大 刘志斌还没来得及反应 鼻子忽然传来一阵剧痛 使得他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两步 弯下腰双手捂着鼻子 浑身在瑟瑟发抖 靠 你干什么呢 高龙很是不满地呵斥起来 因为刘志斌是背对着他 所以他压根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师兄 他 他打我 刘志斌抬起头来 鼻血抹得满脸都是 眼泪哗哗往下流 经常打架的都知道 鼻子被揍了 那可真是相当的酸爽 你个废物 你还愣着干啥 给我狠狠地揍他 高龙咆哮道 万万没想到 师弟竟然失手了 这特么真给练武的丢脸 要是传出去 以后谁还上他们舞馆学舞 哦 刘志斌也是恼怒万分 哦叫着又冲了上去 但是这一次 他还来得及出拳呢 结果就被林小飞一脚踹得倒飞回来 跪在地上疼得都站不起来了 你也是练家子 高龙大吃一惊 到了此刻 他哪里还看不出来 林小飞的身手不一般 该死的徐开阳可没说这一点 别废话了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跪下来给我同学道歉 再就是我把你打地跪下来 给我同学道歉 你看着办吧 林小飞淡淡道 对方那点实力 林小飞真的没看在眼中 身后 白雨晴的目光落在她的背影上 都有些吃了 几年不见 她喜欢的男生不仅是更帅 而且还这么的厉害 怎么办 是心动的感觉 是什么事啊 是什么事啊 感谢观看